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Xperia的一个使用 那Xperia的话呢 在使用界面上会分成 左手边是它的一个控制面板区 中间是它的一个主要的画面 那上方是搜寻框 右手边的话呢 这个人头的图示是个人的服务 那Xperia的话呢 除了搜寻之外 下方也有精选的热门主题 所以比如说NATO或者是Pi等等 下面这边点选的话呢 它会自动去做显示 那点击这一个主题 它会进行关键字的查找 那这个就是搜寻到的结果 那点击Xperia左上角的logo 会回到主画面 那上方这边的主题挑选的会定期更新 下方的话呢 还有主题的列表 这边的主题列表 主要反映是Xperia 它提供一个主题概述的一个资料库 那这个主题概述的资料库的话呢 就把它收入的主题 就按照类别来做一个分类 所以如果我要看跟健康有关的 点击之后 还可以按照A到Z 跳转到它要的这个页面 那我如果要到O的话呢 点击O 它就会跳转到O开头的页面 那这边呢 我如果点击这个肥胖 那点击进来之后 它一样会把关键字带进去做搜索 下方是搜寻的结果 在搜寻结果前一定都会有一个主题概述的一个主题肥胖 它有点像是危机百科 那它是传统的一些百科或指南上的资料 提供这个主题的一个详细的说明 那我们再回到刚刚的Xperia的主画面 下方的主题的列表 这边还可以看得到 它有网格状的一个显示 跟这个清单列表的显示 所以看我们哪一个比较适合使用 那接着点击Logo 一样再回到主画面 我们可以做关键字的查找 那比如说搜寻肥胖 输入之后呢 按搜寻 就可以看得到搜寻的结果 搜寻的结果的话呢 它的筛选条件在上方这里 那这边呢 可以看得到这边的Opheotus的话呢 就是把所有的筛选条件值 汇列在右手边 那上方的话是比较常见的 那我如果要加入其他的关键字 我可以点击Advanced Search 那这样我就可以输入 第二组的关键字 或者是更多 那可以点击这个蓝色的布林逻辑 它会自动的去做切换 不同的栏位 也可以选择栏位去做一个搜索 然后点XX可以关闭 那回来之后呢 这个主题的概述 点击这个Remote 我可以直接看到这一个肥胖的主题 那这个主题可以看得到 它会提供下载的功能 那这个下载的功能的话 我可以选择下载成这个文字档 然后点击这个下载 那它是一个网页的格式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下载下来的另一内容 它就是一个网页格式的内容 不是一个PDF档 好 关闭它 那这边的话呢 还有一个CSV 这个CSV的话下载是下载它的原数据 就是可能作者主题这些资料呢 会放在CSV档当中 那点击XX可以回来 那我们的主题概述提供翻译功能 所以如果我要把它翻译成 比如说翻译中文 那它就会自动做翻译 那使用的是微软的API 那翻译的内容呢 主要是提供参考 那可以回到原始的语言 那这边呢 那还可以把它新增到这个书签当中 那这边也可以做引用 书签新增的成功通知 引用的话 我可以选择API的格式 然后我可以点这个Code 就直接把这个复制起来了 那我如果要汇出这笔资料 可以汇到Note 或者是其他的数目管理软体 那这边呢 还有一个新增加到专案的一个按钮 点击之后呢 这笔记录可以添加到专案 但专案必须它背 个人资料夹的一个服务功能 那右上角的Share的话呢 我可以把资料存到Google Drive 或者是Google Castroom 那这些都需要额外的 到这些网站去做登入 那我也可以把这个资料 寄到自己的信箱 按传送就可以 那如果需要列印的话呢 也可以把资料列印下来 那我们再点击左上角的Back 就可以回到这个主题 那这个是有点像是 百科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下方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有不同类型的文章 也有可能会有电子书 那我如果要筛选的话呢 这边的All filters可以看得到 线上全文是都有打勾的 日期的范围 如果要看最新的 比如说五年内的 可以做勾选 然后点下方的Apply filters 就可以看得到筛选出来 近五年内的文献 那All filters当中呢 还有一个蓝丝分级 那这个蓝丝分级的话呢 就是针对我们的阅读能力 那它会有一个分数的区间 我们如果知道自己的阅读能力 大概落在哪一个区间的话 我们就可以阅读相关的文章 勾选的话呢 阅读的文章难度 适中比较适合我们的阅读程度 那数字越高 代表难度越高 点Apply filters 就可以把符合这个等级的 分数的文章列出来 那这些文章的话呢 有一个Access Now 那它就会有 Online Vortex 就是它会提供翻译的功能 那再来是PDF 这个PDF的话呢 开启之后 它就不会像刚刚一开始那样 会有一个地球仪 这边的话呢 就直接是一个PDF档 那PDF档当然是可以下载 也可以在这边呢 做内文的搜索 那目前这个功能还没开启 那右手边的功能 跟刚刚是一样的 点击左上角的Back 就可以回来 那如果我们点击View Details的话呢 跟点这个连结是一样的 它会进到这一笔记录的 比较详细的页面 包含作者 摘要 主题等等 蓝色的分级 那这边的主题呢 都可以再做点选 所以如果我需要 点选另外的主题的话 它会自动再把关键字 带进去做搜索 并且套用刚刚的筛选条件 那再者跟大家提一下 怎么把资料加到书签 这边的Save按一下 这个资料就会存在 这个Save的书签当中 右手边还有一个Tools的 一个直线三点 那这边一样可以在这个画面 就取得引用的资料 把它新增到专案或分享下载 就不用点进去 这三点就可以完成 那左手边的书签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 我刚刚新增的书签放在这里 我可以勾选之后呢 来做一个下载 那这个下载指的是 把它的MetaData下载下来 并不是文章的全文做下载 那这边的话呢 的汇出就是可以把这两个 书签里面的资料汇到Mnote 所以如果我有多笔的资料 要汇出的话 可以善用书签功能 那这边的Search的话呢 就是我刚刚搜寻的关键字 那我可以把它移除掉 或新增到专案 或者是把它新增到书签当中 View的话就是我曾经点开过的文章 可以看得到 那再来是如果电子书有开放借阅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 看自己的借阅记录 或者是预约的记录 那这边的Project的话呢 必须搭配个人化的服务 MyAppsCo才可以 那Overview就是回到我们的仪标版 那这个仪标版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我们的 左手边这些的细项的资料 那MyAppsCo的个人服务的话呢 可以点击这个Sign in 如果已经有账号 没有账号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建立账号 右上角的图示也是点击之后 这边有一个建立账号或Sign in 那接着我们就来点建立账号 建立账号的话呢 请大家填写这个表单 那这个表单的话呢 输入姓名 然后我们的就是秘密的问题 然后设定密码 密码必须符合这些条件 就可以建立自己的账号 那如果有账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点Sign in 那我点击Sign in之后呢 就会进到我的仪标版的画面当中 在仪标版的画面当中的话呢 我可以开启不同的专案 设定专案或者是编辑现有的专案 或新增专案 那储存的记录呢 也会保存在这里 那一样随时可以做移除 所以之前的这个储存的资料呢 就会保存在这里 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个人的 仪标版的 那如果我们有一个个人的 买Apps Code账号的话 你就可以管理你自己的专案 这个专案可以是不同的报告 或者是不同的作业主题 那这个书签的话呢 像帮文章家最爱一样 放在书签这 搜寻的记录跟浏览的记录 也会放在这里 那右上角的这个图示的话 就会显示出我们的名字 所以Xperia的一个专案的话呢 会建议大家 如果有注册自己的账号的话 会方便很多 那以上就是Xperia的一个简单介绍 谢谢大家 再见